翟神朱学恒昨日被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中佩军指控 去年一次参序中借着912度强吻 对此朱学恒在直播中道歉 强调完全喝到断片 没有任何记忆 没有足够的判断力 针对中佩军的指控 没有办法否认 但愿意为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 绝对承担所有后果 但中佩军在脸书发文 指控朱学恒称 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 钟佩军指出 过程中虽然拼命闪躲 但朱学恒竟再次强吻 让钟佩军难以忍受 愤怒到不知所措的我马上站起身说要走了 至今 我还是不会忘记 朱学恒竟然笑着回我 我刚叫的Luber也到了 朱学恒在直播中坦诚 与钟佩军饮宴时当天完全喝到断片 对于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清楚 我想我没有办法否认 因为坦白讲我没有任何记忆 朱学恒称都是自己的问题 不会否认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是真的喝到断片 但这不是发生问题的理由 他承认 喝酒喝到失控是他的问题 对于造成困扰的任何人 都诚恳的道歉 认错 面对任何的后果 若有后续的法律流程都坦诚接受 据钟佩军的指控内容 朱学恒曾清楚表示 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 我刚叫的Luber也到了 清醒的提及两句话 似乎打脸自己断片说 钟佩军表示 事后朱学恒在他男友及他委任律师面前 以自己的手机写下切结书 于2022年8月6日晚间9点40分至10点于聚餐期间 因您酒行为失控 未经同意 违背钟佩军之意愿 及信任主动搂报 及亲吻当事人钟佩军 朱学恒承诺从此戒酒 不再对任何女性有未经允许之余举行为 日后也将近一切可能远离当事人钟佩军及其亲属 避免造成任何骚扰 没想到钟佩军隔天收到的朱学恒亲笔切结书 应是少了主动搂报 及亲吻当事人钟佩军 其律师传讯要求朱学恒补其内容 他却睁眼说瞎话回复 切结书乃依照昨日版本未有删减 反请告知何处疏漏 钟佩军强调 朱学恒刻意删减的13字 正是最关键也是让我最恶心的部分 想要逃避责任 反悔认错太快 我当时已经不想再追究 因为我又再次陷入恐惧 如果这件事曝光 别人怎么看我 选民怎么看我 所以我选择沉默 试图装作没事 自我舔视伤口 不断找寻稍感安心 尽量舒适的角度面对世界 直到如今 而朱学恒之后在脸书发文 我的确犯错 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 在此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 后来删文重发 我的确犯错 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 在此向钟佩军议员和所有社会大众道歉 八毛律师陈宇安说 请问所有人是几个人 另外 朱学恒对钟佩军做的事情 他认为已经不单纯是性骚扰 而是强制猥亵 中华民国刑法第224条 对于男女以强暴 胁迫 恐吓 催眠术或其他违反其意愿之方法 而为猥亵之行为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去关巴尼尔南 林志群律师也说 提醒一下 强吻除了是性骚扰外 还构成强制猥亵哦 被告苏乃论之最没六个月告诉其间问题 林志群律师还写道 网友 为什么他要道歉 因为有监视器啊 你以为对方这么有羞耻心哦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中佩军昨日在脸书发文金报 曾遭政治评论家朱学恒 于2022年时曾借酒意强吻自己 还呛瞎说 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 中佩军在过程中虽然拼命闪躲 但朱学恒竟再次强吻 让中佩军难以忍受 愤怒到不知所措的我马上站起身说要走了 事发后 朱学恒在手机留下的切结书称 对当事人中佩军为当日之错误行为道歉 日后也将尽一切可能 远离当事人中佩军及其亲属 避免造成任何骚扰 中佩军强调 朱学恒悔气切结书承诺 日后也将尽一切可能远离当事人中佩军及其亲属 大谈特谈性骚议题 赚通告费 赚流量 让我反复坠入我努力想要爬离的深渊 让我对毫不知情的节目单位 民众非常抱歉 中佩军爆料性骚扰事件后 朱学恒第一时间在脸书发文道歉 我的确犯错 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 在此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 没想到不久后他突然删文 并发布第二版本的道歉文 我的确犯错 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 在此向中佩军议员和所有社会大众道歉 网友比较两个版本的道歉文后 让中不满他 背弃承诺 大赚通告费 连网友都看不下去 纷纷灌爆珠的脸书 痛批他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也痛批他道歉还分两版本 要不要一次说清楚 承认 我虽然没有任何的记忆 我虽然说 我是喝到断片 那但是 我也 愿意道歉 那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的 喝醉之后 断片的行为 我自己没有记得 没有认真的 考虑 或是没有知道自己的酒量 那这个就是 我喝酒的问题 是我的错 我没有说任何的借口 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 后续有任何的状况 都是我要承担 那我们这样子就 得跟大家讲说 这个就是我的错啊 那后续有任何的问题 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 然后各位应该 暂时没有办法 就不会再看到我 坦白讲 你会看到我这几天 都有尽量避免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自己这个没有什么资格 去批评 别人 好 那我没有 说自己有什么值得鼓励 或是正确的行为 所以 这个中沛军议员的指控 或者是对我的不满 我非常 能够理解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我觉得今天的状况 很遗憾 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 那我们自己会承担起相关的责任 那我自己也会做相对的致述 我在这边对 中沛军议员和对他造成的困扰 严格致歉 那如果他愿意提出 这个相关的法律要求的话 我也会尽量配合 都是我的问题 那 对方原不原谅 我可能没办法奢求 但是 我一定得要面对 我不会否认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坦白讲 我是真的喝到钻片 但这不是 发生问题的 这个理由 所以 就是我的错 就是我的错 好 今天直播 到这边结束 希望不要 这个 造成大家更多的困扰